国福国小卫在三角下是花莲市小黑纹密度最高的热区 师生长期以来饱受小黑纹危害之苦 为了提供学生安全健康的学习场域 市长威佳燕指示清洁队要加强小黑纹防治作业 继开学前的喷药之后 第二周再追加药剂喷洒 要根除小黑纹幼虫 而清洁队也表示说 喷洒的药剂对人畜无害 请家长放心 国福国小位于三角下 是花莲市小黑纹密度最高的热区 师生长期以来饱受小黑纹危害之苦 为了提供学生们安全健康的学习场域 市长威佳燕指示清洁队加强小黑纹的防治作业 继开学前的喷药之后 第二周再追加药剂喷洒 要根除小黑纹的幼虫 其实我们在8月31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过了第一次的小黑纹的防治 那今天是一个追加防治 那追加防治非常的重要 因为第一批的小黑纹成虫消灭之后 可能第二批它的幼虫也开始成长成成虫 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一个 应该讲最终的灭绝 希望将小黑纹能够彻底的消灭 让我们国母国小的师生在上学期间 或者在老师在工作期间都不会受到小黑纹的一个骚扰 发联市清洁队表示 喷洒的药剂对人畜无害 请家长可以放心 市长也请民众要配合维护居家的环境整洁 主动清除家中不必要的水盆 青苔还有脏乱点 阻断幼虫食物来源 共同来杜绝小黑纹的资深温床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